那是恋爱的味道吗?还是香水味? 你有没有曾经想过 到底为什么某些人就是会有某种体味? 还有,电影里头会有人反复地跳进来又跳出去 只为球一顿打 看着这一幕属实滑稽 但我们对自己的皮肤也是这样 辛苦搭建出保护膜紧接着马上摧毁掉 仿佛任何的皮肤过敏或者感染 都是我们自己要求的 为什么呢? 我是Vincent,欢迎回到文森说书 人体自带的香水 你的女神在面前拨弄头发 顺时间我们压住胸口 担心被周遭的人听到过于猛烈的心跳声 或者是,你的男神刚运动完 正大汗淋漓地在你旁边喝着水 你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只觉得自己的注意力都被他牵着走了 那,你觉得是对方的举措在吸引着你 亦或是其他原因呢? 这边提供一起实验来解释某部分的答案 这项实验找来了女性受试者 同时间他们找了许多男性穿上全新的衣物 等待他们的体位沾染上衣物后再搜集回来 并把这些衣服转交给女受试者们闻闻看 然后给他们一个有点害羞的指令 请他们挑选出一件最有感觉的 后来实验方记录了这些女孩所挑选的衣服 以及衣服所对应的男生 最后得出惊人的结果 实验方发现 这些女孩与所挑选到的衣物主人 两者之间拥有完全不同的MHC基因 这个基因攸关一个人的免疫系统 而且同个家族当中的成员 往往拥有非常相似的MHC基因 这代表 当我们在挑选喜欢的体位时 生物本能会帮助我们避免乱伦 即便我们本身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件事 那我们就可以顺着这起实验 来说起体位的个人简介 在我们皮肤上有两种皮肤线 第一种是最常见的汗线 它广泛聚集于皮肤的真皮处 排泄管道直接连接到表皮处 一个人身上大约会有300万条汗线 在手掌脚底以及腋下最多 而这样的设计是有生存优势的 它可以让我们的手掌在抓握 或者攀爬上有更好的连肤能力 第二种皮肤线是气味线 它同样聚集于真皮处 可它的排泄管道竟然是毛狼 所以说我们可以这样理解 我们身上有毛发的地方 都在不断地释放体位 这也是费洛蒙释放的其中一种途径 回到一开始的场景 一个女孩拨弄头发时 除了姿态上的吸引力外 她头皮以及腋下的气味线 所散发出的费洛蒙 也是让男士们为之疯狂的 其中一个原因 另一方面 气味线也会分泌汗水 而人在运动之后 会借由排放汗水来降温 所以说 大量排汗水的我们 容易散发出更多体位 那独特的体位是怎么一回事呢 其实是这样子的 健康的汗水本身是没有味道的 只是当这些汗水来到皮肤表层时 会跟许多物质相结合 这些物质多半是细菌消化过后的 皮肤脂肪酸以及角质细胞 这些东西混合之后 就会调和出专属于你的味道了 顺便分享一个能知识 大多人都有这样子的经验 就是当狗靠近你的时候 会在你的腋下或者私密处不断地吻 你可能还会因此相当困扰 其实呢 这只是因为气味线的出口就是毛狼 所以这些部位会散发出比较浓烈的气味 这对狗狗们来讲是一场盛宴 接着呢 我们来谈谈 肤色的生存意义 你曾经想过这个问题吗 为什么世界上会存在着这么多种肤色 我给一个提示 那就是 当你想试着解释人类的演化结果时 只要勇敢说出 这是有利于生存的 通常都可以回答出大部分的问题 是的 不同肤色意味着对不同环境的适应性 我们从一切的源头说起 我们的皮肤当中 有着许许多多的黑素细胞 而且今天不管肤色是深是浅 每个人所拥有的黑素细胞数量都是相同的 但深色皮肤者们 它们每一个黑素细胞可以产生出的色素小球 比浅色皮肤者多出50倍 另外 造成肤色差别的 是这些色素小球里的两种黑色素 真黑素和合黑素的比例差异 这比例也同时决定了发色和瞳孔颜色 那么 是什么影响了生存优势呢 答案是 黑色素里的真黑素 它可以降低紫外线对人体的侵害 相反的 黑色素里的合黑素在这功能上相当孱弱 所以说 当一个居住在维度偏北 阳光少见地区的红发白皮肤女孩 因为她的色素小球较少 而且多半是合黑素 于是她对阳光会十分敏感 任何一点点紫外线都能穿透她的皮肤 但这并不是坏事 因为这可以确保 我们有足够的紫外线可以产生出维生素D 条件改变一下 如果今天是一个深色皮肤的男生 住在阳光少见的北纬地区 微弱自己的紫外线 会被她为数众多的真黑素 挡在皮肤的最外层 这就会让这个男生无法自行产生维生素D 那么 维生素D真的有这么重要吗 为什么我们必须制造它呢 至今为止已经有许多科学家指出 维生素D可以抵抗忧郁症及抑郁症 这也是为什么冬天阳光较少时 人们容易心情不好的原因之一 维生素D还能够改善睡眠 防止骨质疏松blablabla 幸好造物者留了扇窗 给不喜欢出门的现代人 我们可以从鲑鱼 沙丁鱼 满鱼等等高脂鱼类当中 获得丰富的维生素D 而阳光对人体的好处就谈到这 接着谈谈它的黑暗面 我们可以依据波长将紫外线 分成长波UVA 中波UVB 短波UVC 波长越短 对人体的影响就越大 最可想而知的 UVC是里头的破坏王 幸好就理论上来讲 地球的臭氧层可以完全吸收UVC 这种光永远都不会照到地面 但众所皆知的 臭氧层已经破洞了 这直接导致澳大利亚的 皮肤癌患者人数飙涨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长波UVA 因为过去人们总认为 只有UVB才会引发皮肤癌 所以许多日光预床 都会释放出过量的UVA 但在现今已经有许多研究指出 UVA也会致癌 所以说呢 当我们在挑选防晒乳时切记 不仅要能够吸收UVB UVA也同样重要 而在使用防晒乳时 你可能会注意到 SPF50这种字样 它意味着 它可以让我们承受光照时间 乘以50倍 用浅肤色的标准来看 一天能够承受光照15分钟 15乘以50等于750分钟 哇 你一定觉得自己能够好好享受阳光 而且不怕皮肤癌了 但你知道吗 如果想达成所标示的防晒效果 一个成年人每一次涂抹时 大约需要花用20毫升至40毫升 大部分的人都没办法达成这个使用量 也至于防晒效果 并没有我们所想的那般好 那该怎么做呢 根据德国皮肤科医生伊尔·阿德勒的说法 我们可以使用物理防护加上化学防晒 穿上外套以及长裤遮挡阳光 并在无法遮挡之处补足防晒乳 而如果你有下水游玩的需求 也千万别被防水的字样给晃倒了 防水只是意味着 沾到水之后最多能够保留一半的防晒成分 所以还是得勤加补上防晒乳 另外补充 因为传统防晒乳的成分 对于海洋生物有着致命性的危害 以至于许多人选择不擦拭防晒乳 可目前市面上 已经有许多海洋友善的防晒乳可供选择 那接着呢 我们谈到的 这是为什么会越洗越脏啊 你平常在用的沐浴乳是什么味道的呢 是熏鱼草还是玫瑰花 或者流行一点的白色香或者小苍蓝 你的洗面乳上面是否标示着深层洗净 这些产品会给消费者带来一种幻想 想说 如果能洗得又香又干净 那岂不是完美产品吗 我们必须冷静下来了解一下 在我们的皮肤最外层是表皮 如果再把表皮细分来看 可以分成四层 最外层的部分为角质层 我们的皮脂线会不断地把油脂涂抹在角质层上 这一层的油脂可以让皮肤的PH值 也就是酸碱值 大约在4.7到5.5之间 也就是偏酸 在这种环境之下 许多细菌会存留在皮肤之上 但它们不会白吃白住 而是会协助我们抵御大量的病原体前来 以此当作助速费 所以呢 在这种酸碱值之下 皮肤是一个既复杂但又和平的区域 而这也就形成了 对人类而言 最天然也最具保护力的屏障 要建立这道屏障 大约需要辛苦工作四周 但是 一般市售的沐浴乳及香皂 却可以在几秒钟之内 完全摧毁这个宏伟建筑 怎么说呢 因为这些清洁用品的PH值 大多是偏弱碱 而且富含香料 弱碱的特性 将我们的皮肤酸碱值弄乱 大约需要花费2到6小时 才能够复原 这段复原期也就变成了皮肤最脆弱的阶段 而清洁用品当中的香料 就是趁虚而入的第一人 它会会军攻打毫不留情 过敏的症状因此屡见不鲜 再来 清洁用品的高度洗净力 会摧毁天然保护膜 那些原本会把我们抵御 外来侵入者的细菌们都被洗掉了 空气中的病原体轻松着陆 最后使皮肤发炎 在这时 那些化工产业的技术人员 会再研发出许多类似 保湿霜 护肤霜等等的产品 试图建立一个人工的保护膜 但说实在的 真是因为他们发明出过于强大的清洁用品 才让人体自行产生的保护膜被洗掉 我们每次沐浴 刷洗 包样时 都像是在危险结界跳进又跳出 另外补充一点 你可能会非常在意的 是这些清洁用品对体味的利于弊 就坏处来说 就是我们的皮肤会失去保护膜 因此沾染上太多病原体 它们跟汗水混合之后 就容易产生出奇怪的体味 那就好处上来说 就是清洁用品当中的香料 盖掉你真实的体味了 所以说 根据皮肤科医生伊尔阿德勒的说法 我们只需要在特定区块 例如脚部 腋下皱褶处使用清洁剂 其他区块会沾染上的污垢 几乎都能水解 而在挑选清洁用品时 可以特别注意 最好是挑选弱酸性 无香料 不会起泡泡的 这样能够减少破坏皮肤原本的保护膜 并减少过敏情况的发生 再来是洗脸 阿德勒医生建议 不分早上或晚上 脸部只需要用清水清洗 再用毛巾擦干就足够了 毛巾的擦湿力 可以将大部分的污垢清除干净 自己觉得呢 其实正确的护膚习惯 和健康的饮食 和健康的睡眠 有点类似 因为这些事情所讲求的 都是我们应该遵循 人类原本的生存方式 就像人造光源 使人们睡不好 也像加工食品 让人类不间断的发胖 清洁用品 护膚产品 也同样会带来问题 我们在500年前 会每天洗两次澡吗 会有这么多 针对头发 面部 身体的清洁剂吗 如果这些东西 是近代的产品 我们在使用上 就得多加注意了 我是Vincent 还记得一开始 所提到的 气味选择伴侣的实验吗 那起实验的实验方 后来给出另外一个结论是 因为香水 沐浴乳 洗法乳 这些产品的出现 盖住了体味 这使得人们 在挑选伴侣时 是建立在错误的味道上 最后就会变成 找到错的人 如果未来的作品 值得你期待 请别忘了按订阅 我的Instagram 和Podcast 也欢迎你们来这边 找到我 我们下次见 拜拜